今天我们很多人的思想 受到西方这种身份政治 公民社会利益集团多元主义 还有政治正确等等这些观念的影响 它的本质就是几条 第一只讲权利不讲责任 第二撕裂社会 把人给硬生生的分成不同的人 第三是集团特权压倒整体利益 党和中国政治传统的关系问题 我想聚焦到四个关键字 从理念方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那么我要讲的第四个字是合 合作的合 今天世界上很多地区都在讲区域合作 比如像欧盟 东盟 非盟 当代的很多国家 也曾经都是不同实体合并而成的 比如美国是叫合众国 英国叫联合王国 德国是联邦制 印度是联邦制 可以说这个由国家组成的现代世界 就是历史上某种核的趋势的产物 但是今天这样一种趋势开始受到挑战 比如过去的几十年 阶级 种族 宗教 性别 语言 价值观 乃至于地区 城乡 都开始成为争论甚至冲突的根源 成为世界动荡的一大隐患 中国也未能免俗 过去这些年我们一直看到有些外部力量 处心极虑的想把这些分的因素给输入到中国 当前已经成了我们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的一个主要挑战之一 那么中国共产党拥有回应这些挑战的一个法宝 就是统一战线 就是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 找到最大公约数 画出最大同心源 过去我们经常讲一句话 就是旧社会让人变成鬼 新社会让鬼变成人 我套用一下可以改成西方政治让人分成不同的人 让分压倒核 而中国政治是让不同的人都变成人 让核来战胜分 这种文化从哪来 我认为也是来自漫长的历史 在中国大地上曾经存在着成千上万的小国 经过不断的联合征服 最后才形成了今天我们的这个华夏主体 比如在西州建国的时候 当时叫封国四百余 福国八百余 还有一千多个国家 后来经过两千多年的融合 才形成了今天我们这个中华民族 我们这样一个百国之和的历史 它自然就要有一种和的价值观为导向 一切要向着团结融合的方向 在制度上我们要树同文彻同轨 要搞全国统一的郡县制 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绝不是说前一统一就完成了 比如说西汉长期就是搞这个郡国并行 到西晋还发生这个王侯的叛乱 一直到唐代到明代 还有人呼吁要回归封建 到这个清代的雍正时期 才基本上完成了改土归流 把西南地区的吐司 完全给纳入到国家行政体系 到清朝的光绪时期 这个新疆才改立行省 所以正是因为这种和的方向 它符合我们政治发展的逻辑 符合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 最后它才能够冲破各种阻力 像江河一样奔涌向前 那么我们中国这个地理和文化 还有民族上的多样性 在历史上其实它一不小心 就会组成长期的分裂格局 这个真实的历史啊 绝不是一个浪漫的故事 我们过去经历过很多的这个苦难 包括内战冲突 民间泄斗 资源争夺 图克矛盾 民族冲突 千年匪患 以及地方的格局叛乱 在历史上都是非常惨烈的经历 这一切都说明我们中国人 我们并不比别的民族更容易相处 如果没有历史上形成的这样一套 统一性的制度和文化 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并不是注定能够 作为同胞和睦共存相亲相爱的 在人类社会啊 你想找一些分的理由不要太多 甚至今天网络上的所谓地图炮 这个什么咸豆腐脑 甜豆腐脑 爱猫的爱狗的 将来都有可能变成某种真实冲突的诱因 所以要感谢我们的历代仙人 我们有幸倘过了这些险摊 成就了今天的这个长期统一 世界其他文明 目前还都没有能够很好的做到这一点 未来的前景 我觉得也不容乐观 但是呢 今天我们有不少的学者和文化人 他并不珍惜这样一种和的文化 而是热衷于批判打一统 比如说不少政治法律学者 几十年如一日的在鼓吹分权联邦 经济学家在鼓吹放权和自由竞争 文化学者和传媒精英 强调这个多元主义 强调这种以多元 以边缘视角为时尚 历史学家致力于论证 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统一 来解构我们这样一种统一的观念 或者是跟着西洋东洋那些学者 来追捧各种各样的新奇理论 包括像什么蒙元史观 内亚史观 有意无意的来解构我们这样一种 大一统的中原视角 其实孙中山先生很早就对这种 崇尚分的观念有所评论 他说我们中国好不容易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 整合起来一些人却要把中国先分掉 再来搞联合 孙先生讲说这种见解和思想真是谬误到极点 观传媒的大师计划曾经请台湾的吴启纳教授来讲过 讲得非常好 我推荐大家去看 去年在这个电视剧大秦妇播出的时候就引起了学术文化界的一些争论 其中有一些学者 他其实围绕着这个和于分的问题来展开讨论的 一些学者批这个大秦妇 其实是罪翁之意不再久 他们针对的是中国的统一性文化 中国的大一统制度实践 以及新中国的道路 这些思想呢 我认为作为学术观点 当然容许这种深入的讨论 但是作为政治观念 我认为是站不住的 统一性和多样性 它并不是对立的 而是统一的 今天我们很多人的思想受到西方这种身份政治 公民社会利益集团多元主义 还有政治正确等等这些观念的影响 所以试图在中国也搞同样的东西 比如网络上我们有各种 左的右的这种身份标签 有激进的女权 也有保守的女德 有极端的环保和动物权利等等 这些都是西方六七十年代以来玩剩下的东西 它的本质就是几条 第一只讲权利不讲责任 第二撕裂社会 把人给硬生生的分成不同的人 第三是集团特权压倒整体利益 包括一些人的小群体 甚至一些动物 甚至抽象的环境 抽象的一些理念 都拥有了高于人民整体利益的道德优越感 第四点呢 说白了就是有一些人借此搞政治 搞运动 真正的受益者 大家看到在西方的这种身份政治和这个议题政治里边 很多受益者就是政治野心家和投机钻营的牟利者 今天西方社会自身已经在向我们敲响警钟 那么非常有幸我们党在这个蛙声一片的世界里边 能够发出黄中大吕的声音 担当起中流砥柱的使命 来坚守这样一种团结的方向 我认为是中华民族之大姓 由这个和字 就是合作这个和字 引出了另外一个和字 就是和平的和 和谐的和 正因为我们中国历史上是一种百国之和 所以我们必须实行一种崇尚和谐的价值观 这个和谐 它绝对不是雷同 比如我们弹琴的指导 两根弦 它如果完全相同 就不会发出这个和谐之音了 和谐的含义 恰恰在于允许存在不同 但是要保持同样的或者相互配合的频率 和谐产生于对立统一 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维 也是我们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相呼应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所以我们在社会中强调 有差别但是和谐的秩序 在世界上追求多样化 但是和平合作的关系 还是回到那句话 我们要的是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 而不是冲突 所以首先 我们要把所有的人当成一样的人 我们要承认人本身的价值 正因为人都是人 所以我们才能够共存合作 互动互补 其次呢 我们要充分尊重人的多样性 就像马克思讲的 让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不同的芬芳 各美其美 另外我们也要讲斗争 斗争是实现和谐的手段 毛主席曾经讲过一句话 叫以斗争求团结 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 这句话我认为反对了两种错误倾向 第一种错误是不讲斗争 就像现在学术文化界和体制内有相当一部分的人 内心是害怕斗争的 反对斗争 甘心于去当这个开明绅士 好好先生 甚至大量的人在做两面人 有些人一听到斗争这两个字 就会像高尔吉笔下的这个海鸦一样瑟瑟发抖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 不管在国际还是在国内 不斗争是不可能求得团结的 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话 以退让求团结 则团结王 另一种错误倾向是只讲斗争 为斗而斗 就像现在网络上有一些朋友 像杠精一些喷子 包括网上网下的各种身份群体和社会运动 那么这里边存在的一些极端思想 他要么是只看到斗争 看不到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 要么就是有些人他只看分配 只看生产关系 不看生产利益 不看社会整体利益 我认为这些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合作的和和和谐的和 这两个和字 它所代表的观念 包含着中国文明的伟大品质 同时也包含着非常高明的政治和战略智慧 这两个字 使中国历史走向了统一 走向团结 走向大同 这两个字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 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 这两个字也使中国今天 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和平力量 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追求者和建设者 好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在这四个字里边 我认为这个公字是最根本的 我们中国大规模国家的出现 催生了这样一种公共性的意识 驱动的中国人不断的追求公天下 追求大同 然后去追求更平等 更具有人民性 更团结 更和谐的这样一种共同生活方式 那么我列举的这四个字呢 只能算是管中窥豹 远远不能反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历史的血肉联系 还有很多值得提炼出来的关键字 然后随便举几个例子 比如像连 这个连政的连 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历史 相呼应的一个字 我们古代讲公生连 有了公共性的制度 才能产生监督的需要 因为在私权制度之下 是不存在监督问题的 比如说这个私权贵族 土地和人都是我个人的 那么不需要任何人来监督我 中国2000年政治的一大特色 就在于监察 那么我们看看世界上 其实也是类似的 凡是产生了官僚制度萌芽的 大规模文明 比如像阿拉伯 奥斯曼土耳其 甚至更早的东罗马 它往往也会产生出 不同形式的监督体制 当然没有我们中国这么发达 一直到辛亥革命的时候 孙中山先生就很明确的讲 西方式的三权分立 拿到中国是不行的 所以他刻意要提出五权宪法 其中就增加了一个监察权 而我们中国共产党 是在人类历史上 最重视纪检和监察的政治力量 共产党敢于给自己 动手术的精神 更是卓绝古今 再比如还有一个字 新 新旧的新 中国文明是最重视 自我革命不断维新的文明 从这个周人取代商朝 就提出了一个维新的概念 历史上每到危机时刻 总会有一些人人志士 来互换革新的力量 今天这个世界已经面临着非常多严峻的危机 而我认为世界主要国家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改革的能力 沧海横流 我们才能看到中国文明和中国共产党 这种敢于改革 善于改革的伟大品质是多么可贵 另外还有一个字叫俗 就是这个世俗的俗 中国是世界历史上 唯一一个大型的世俗文明 这个世俗文明啊 它打个比方就像我们手机的这个操作系统 它像一个中性的操作系统或者平台 你可以在里边安装各种各样的应用 各种这个APP 那么各种文化和宗教都能够在里边 获得一种平等的自由的相互尊重的发展空间 如果你是以某一种这个宗教作为操作平台 那么就像我们在苹果系统上 没有办法使用这个微软的软件一样 它就会产生先天性的不宽容 会成为文明发展的巨大障碍 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是不信神佛的 恰恰是这种无神的科学精神 才能够支撑起真正的宽容和多元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偏执和极端精神 已经有了抬头之势 在这种时刻 我们更能够理解我们这样一种世俗文明的可贵 今天在这个左连旧址这样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地方 在党的百年生日到来的这个时间 我跟大家一起聊了党和中国传统的关系 我觉得也有特殊的意义 我把我们党和党所建立的国家制度 放在中国历史的这样一个纵轴 和世界比较的这样一个横轴 所构成的这个坐标系里边 来加以评价思考和检验 也许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个党 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这个文明 中央要求我们学习四史 特别是学习党史 就是要求我们在对历史的体悟中 理解党的地位意义和使命 最后借着这个视频 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像经历了百年辉煌奋斗的党 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这百年中为了人民事业而牺牲生命 青春和利益的前辈们 送上我们的怀念追思 也希望我们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一代 能够接续党的事业 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 为了一个更好的人类世界 奉献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向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历史和文明 交上一份更加辉煌的业绩 谢谢大家